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阳光财经 我是Sanny 自黑色星期一之后 美股反弹两天 美联储议席会议结束 市场获得接下来一个半月的货币政策相对稳定的时间 那美联储说了些什么 2022年会加息吗 星期一不争气被洗出去的特斯拉 今天重新回到了750关口 快追步回来了 怎么办呢 Facebook回调10% 利空之下 还有逢低买入的必要吗 带着大盘特斯拉FB三大问题 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 请大家不要忘记给视频点赞哦 星期一破位大跌之后 我捡了500股的英伟达 轻了台积电 这些都是属于获利了结 英伟达仍有1456股 市值31万 继续上涨的收益仍是大部分能够享受到的 如果英伟达随大盘回调 留有资金用于回补也是个机会 所以即使美股反弹 我在这两个股票上面的操作还谈不上后悔 毕竟到了年底 有些头寸落袋为安 来年可以重新出发 唯一比较担忧的是我轻了特斯拉 这里我要解释一下 在卖出特斯拉正股的同时 我持有两张裸卖空的看跌期权 只要本周五收盘时特斯拉收在750以下 我就可以通过期权自动回补200股 所以理论上并没有全部清掉特斯拉 还是特斯拉的坚定多头 但是周二周三发现特斯拉迅速止跌 反弹潜力很大 虽然不公开的其他账户仍有一些特斯拉 但是公开账户还是得保持一定的持仓 所以今天我就重新补回了特斯拉 成交在751.86 730卖出去 785买回来 做了一个反替 一顿操作猛如虎 羊毛入掉了一大板 美联储一席会议声明和鲍威尔讲话 是今天乃至9月份的重磅事件 声明表示美联储致力于用各种工具 支持美国经济 达成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双重目标 美联储的目标是 一段时间内适度高于2%的通胀 随着时间的推移 平均通胀为2% 长期通胀预期卯定在2% 委员会将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 零利率不变 根据FOMC会议分布的点证图 有9个原点提示了2022年首次加息 这个点证图怎么看呢 首先一个点表示一个人 横轴分成了2021到2024年4个年份 加上一个longer run的远期年份 点证图上每一个年份都有18个点 表示有18个委员参与投票 纵轴则是利率区间 被封成了0到4% 每0.25%是一个区间 如果一个委员认为某一年 应该在某一个利息区间 那他的这个点就点在了相应的位置上 点证图每季度公布 9月点证图显示 有一半的委员认为2022年的利率 会从0到0.25%区间 上调到0.25%到0.5%的区间 或者是加息两次到0.5%至0.75%的区间 那另一半的委员认为 2022年还维持零利率 2023年大多数委员认为要加息了 加两次以上的有13个人 激进的那个人认为会加息6次 2024年的点则普遍认为加息多次 最激进的那个人认为加息达到10次 也就是2.75% 2025年以后的远期利率将会上升到2%以上 是基本上所有委员的共识 原来预计2023年首次加息 现在看起来可能会提前到2022年了 那这事儿虽然反复与市场进行沟通 但是加息一旦启动 人免不了要利空股市的 那第二个美联储决策是Taper 缩减购债规模 什么时候开始 当前美联储一个月买800亿的国债 400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向市场不断注入流动性 他们认为对经济复苏很有帮助 充分就业的目标进展不错 如果继续如预期方向发展 就业进一步实施进展 委员会认为资产购买的步伐 很快就会放缓 这段话表示 美联储本次议席会议 没有宣布开始缩减QE 邦威尔表示 不需要一鸣惊人的就业数据 就可以让美联储开始Taper 至于什么时候开始缩债 那可能是在11月或12月宣布 明年开始 明年的年中来结束QE 货币浪发是资产膨胀的推手 一轮又一轮的QE 不断的印钞票 是美股长期上涨的因素之一 而另一个因素 当然是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持续增长 中线趋势上 货币政策是左右大盘的重要力量 缩减购债 终将压制股票涨幅 使美股进入长时间的红盘阶段 好在FOMC会议结束 接下来一个多月 不会再开了 市场迎来了一段 不怎么需要担心美联储的时间 这周五 鲍威尔还会出来听政会发表讲话 两天时间 应该不会出现政策上面的大逆转 美股今天走势向好 盘中有两波上涨 一是上午自发性的反弹 二是下午两点 收到FOMC会议 没有实质利空的提振 整体延续反弹氛围 纳斯达克指数 重点关注15000点 这是一个强整数关 7月8月强攻15000 几次失败 体现了整数关的重要压力 根据压力以支撑相互转化的原理 突破15000之后 纳指顺势上涨 然而9月以来 纳指沿突破后的惯性上涨了400点 就连续卡卡卡6根阴线 多头士气受到巨大的打击 值得注意的是 9月7日到14日连续阴线 并没有重大利空 同时呢 纳指也没有跌破15000点的重要支撑线 反而是在中国恒大爆雷之后 纳指一头直接插到15000点以下 使得15000点以上的部分 越来越像一个头部形态 虽然纳指反弹两天 星期一的跳空缺口补了一大半 仍然不能排除15000点 得而复失之后所形成的压力 未来纳指有六七成的概率 会维持在15000点上下500点的区间内 消化历史获利盘 暂时的判断是 既不看跌也不看涨 可能会上下震荡洗盘 浪费时间为主 标普反弹 但是黑色上升趋势线 已经丢了四天了 基本回不到上升通道当中了 破位要实锤 一根阳线改变信仰 凡人普遍如此 这也是炒谷最累人的地方 坚持正确的判断很难 咬咬牙坚持了一个判断 到头来呢 发现是错误的 看对了 却做错了 这样的事在散户当中是经常发生啊 那从形态上看啊 标普也变成横盘整理的需求 只要世界大事没有发生重大转折 美股崩盘概率小 横盘概率大 FB今天大跌 自高点已回撤10% 跌到了半年线附近 科技五巨头股票的常规交易策略 是回撤的时候逢低买入 也就是说出现比较大的回调时 往往是抄底的机会 过去这么多年碰到巨头大跌就买入的人都获得了不错的收益 那么这回呢 Facebook又一次出现比较大的回撤 是什么原因造成 那现在是抄底FB的机会吗 FB在一篇文章中表示 苹果对广告商做出的限制 将使第三季度广告收入产生较大的影响 手机掌握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喜好 最近的需求 干了什么坏事等等 人人有手机 这就使得掌握了用户大量真实数据的苹果 拥有巨大的商业利益 广告可以定向发给有需要的人 精准营销不但是广告主赚钱 广告商也赚钱 但这牺牲了用户的隐私 苹果系统更新之后 用户要同意他们在互联网上的活动 能被广告商追踪 广告商才能够使用追踪来提高广告效果 大公司做广告 财大气粗 广泛撒网 也不要精准营销 比如一些日用品巨头做广告 人人需要洗发水 洗碗机 洗洁精等等 可以不受苹果限制隐私的影响 但是FB提出 小企业的尾部效应 是FB的重要收入来源 他们做不起广泛营销活动 如果定向精准营销 小企业可以小规模营销目标客户 广告能有效果 这怎么理解啊 就好比我们出门去发放100万张的传单 从概率角度肯定会有成交 那如果我们上街随便乱发100张传单的话 可能最后一个订单也没有 100张传单需要交到真正有需求的人手上 那才有可能成交啊 苹果对隐私限制 对广告的困扰是FB长期困扰 不太可能回到以前的老路 即便如此 作为FAAMG之一的Facebook 逢低买入策略还是可行的 只要大盘不走出深度回调的行情 科技巨头不会跌太多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